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先把这个二百三十几 这里面说到了目的论据 当中说到这个世界 无论在任何地方显出智慧秩序目的 暗示了一位智者有目标的创造能力 创造这一个世界 康德认为这个目的是三种论据中最好的一个 但同时认为这个论据并不能证明 神的存在 神圣存在 我个人理解是足以证明神圣存在 因为人因罪此论证方法 是不能使人敬畏神 对吗 我们首先要理解 证明神存在可能性和证明神存在 本身不是一回事 可能有一位这样的绝对者 或者是智者存在 按照我们堕落的人 在上帝一般恩宠当中 我们的灵魂发挥思考能力 虽然是有限的 甚至常常错误的 按照我们有限的逻辑 从这种目的论的角度来推论 可能会一切都存在目的 当然这种目的论它的前设施 所有的存在都要有目的 这是它的基本前扯 然后根据这个目的推导出 密推出有一位这样的设计者 制造目的 赋予目的这种存在 但是只能证明有这样的一个目的的主体存在 但是它是谁 它是神 我们称它为神 是不是圣经里面的神 能不能证明 只是证明了可能性 为什么 注意 只是根据我们的逻辑推力 可能存在着这样的目的 如果我们不信耶稣的话 我们已经信耶稣了 我们很容易知道神的计划 神的目的 所以这种先入为主的概念 可能也会影响我们的思考 但是如果纯粹从逻辑思考来说 这种可能性是可能 但是不是必然的 可能存在一位智者目的 但是它不是必然的 因此这种可能性 不足以证明神存在 进一步讲 即便你承认有可能存在 这样的一位智者 你怎么确保这位就是神 就是圣经启示的神 就算你认为他是圣经里的神 但是你能够认识神吗 认识他吗 只是我们遥遥的观望 用我们的出发点去猜测 如何去救进他 我们不知道 如何亲近他不知道 如何侍奉他不知道 上帝对我们有什么欺 但不知道 所以这种真正认识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只能说 存在的可能性提出这一种论据 但是你拿着这种论据 去确凿地证明神存在 这是不可能的 稍微头脑聪明点的话 他就不承认这种 不是有效的证明神必然存在 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 他就不承认你 他就不承认你 可以承认你 他就没承认你 我承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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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你 他对你 他在 他对你 我承认你 我承认你 除了